他每次订完房呢 他就跟我们讲 不用打扫 然后他到昨天的时候 里面付房费 一直想查房 他不让大姐进 是女租客呀 大概不到30 一个多月都没打扫完 4月5号住进来呀 因为我们一进门的门口 就是厨房嘛 我们一眼就能看到 台面上多了满满荡荡的垃圾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情况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不能再住了 我说你这个房子 我们都要彻底消毒才行 而且一天都不出门 我们电费用的特别厉害 回来一查 电费用了五六百块钱 房费又低 他每天房费不超八十块钱 我们昨天是三个人 拉了满满的一个大垃圾档 还把它给弄走 三个人搞了二十分钟 真的是太夸张了